大家好 多日不见 除了朱队友风花雪月 没时间和我录音 另外一个原因 上星期我儿子生日周 满满精彩 日日新鲜 今天回归一下 我记得几天前有一宗新闻 很值得朱队友 在我讲解一下 两条钟女 在地上打MMA 不是剪脚 不是老树盆根 观音助年的粉丝 是两条钟女 不知道什么身形 拍得不清晰 身形又不突出 反正不堪入目 两个人在地上 蚕蟲糾纏 他抢我老公 英文抢我老公 怎样说我未识 有什么好骂 我真是奇怪 无论香港也好 大陆也好 通常 儿子偷食 女人都是打另外的女人 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老公有什么问题 就会 你抢我老公 你老公是好的 就不会走 还要这样打 打赢 老公都不会回归 男人的角度 有什么 是不是真爱 我想问一下 几十岁人偷食过几十岁的 难道是贪俱风吗 有时候 做原配的 老公偷食 包尔拉 就想想 有没有帮自己老公 有足够的清窗 喂 你等你老公 充满了子弹 跟你求欢 你永远say low 满满子弹 那外面有很多靶 有些靶子近过来 或者有些靶子 撞起来 射下去 有时候 你去怪个男人 为什么会出去偷食 各样各样 都要问一下自己 中女 你有多少招呼服务 有多少新 有多少 可以怎么说 迎合男人 那种 男性荷尔蒙 如果没有的 有时候 你不让饱饭吃 人家出去吃 你就不要怪别人 我想问 为什么一定要个女人 迎合男人 一定要的女人 满足男人 所有的性需要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听着的各位 你们的男士 在婚姻中 在戀愛关系中 记不记得给对方的性高潮 我说的是性高潮 不是假扮性高潮 多久之前 那这些我觉得 又不可以这样说 那其实 只不过是 怎样说 大家的需求不同 那不是说要满足全部 但如果你可能一个中女 结婚十年 十几年 生个小朋友 儿子都大了 有些可能 儿子都已经 带着女儿回家的时候 会不会 忙却了 你们 其实自己本身 都是男女的关系呢 那有些可能 已经变了观音娘娘 上了神台了 那只是想要求老公 每日清香一珠 那就搞定 但是 是不是真的 个个都可以 同步到这件事呢 有时候大家微调一下 所以很多时候出现在 四五十岁 五十多岁 有时候有些什么叫 林老入花蟲 即是证明男人 五十多岁 就放他走啦 好难不要听 隔壁的皮又鬆 胸又疼 你再穿点小甜甜出来 都弹不起的了 无以为计 男人见到你 倒胃口 不要说男人见到你倒胃口 有些人常说 如何制造新鲜 刺激 去旅行 怎样都制造不了 修慧敏 旁边的人偷吃 是不是 怎样都不会有新鲜感 刺激新鲜是很重要的 老夫老妻 有时的东西 我觉得 赚了赚了赚了赚 不知道 不是 我想说 男人到死那一刻 他那个精子工房 都不停生产的 跟女人结构上 根本不同 那这就真的 看下大家的心境 有时男人 偷吃 与不偷吃之间 精明的男人 就会选择 值不值得 值得 就不会偷吃 觉得女人不值得 或者看不上 或者算了 那就出去偷吃 因为他知道女人的价值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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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句,一定不是你 然後他老婆說,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是不是瘋了? 他老婆不是覺得很生氣,而是覺得他是喝醉酒 但我又覺得,酒醉三分省 你說這些話,其實你是挑戰我底線 還是跟我下這個最後通疊? 我踢不踢你,當是一回事 男人如果說得這句,那女人應該怎樣踢? 其實有一句大家應該都聽過 酒後套真言 我也很肯定,不要說什麼 但最主導有自己來說,喝醉了酒 那個腦筋有時候會比平日正常的 晚上的自己更加清醒和清晰 那他會不會是借醉意去說出某些話 或者他是借醉意令自己沉溺 當年的氛圍裡面,而久久不能自拔 所以就直接說了一些話出來 因為喝醉了酒的人是清晰的 但他會有不顧後果的這種情況 那說了之後,可能第二天就會覺得 哎呀,糟糕了,怎麼會這樣? 但又可能會覺得鬆又好氣 那這也是事實來的 女人怎麼應對? 那要看你自己怎樣選擇去想 就這樣吧,好像是諸詩剛剛說的 那你是不是傻的? 喝醉了酒,不要開玩笑 不要亂說話 那就可以這樣選擇 就當他急 再不然就真的要反思 尋思一下這個男人 究竟還會有多少%留在自己身上 另外有一宗新聞 除了李易峰叫雞 內地的娛樂圈有一宗新聞 都覺得挺詫異的 如果有看一些綜藝節目 尤其是關注這個香港的 又或者台灣的大寧的女明星 即是說什麼大S 伊能靜、陳重玲、綜藝 這些 配一個笑夫 我覺得最好就是伊能靜的老公 尤其是秦浩是一個實的的科班出身的演員 認識了伊能靜之後才跑這些綜藝節目 看到他就好像是一個愛妻的形象 是很好的人切 但是竟然這兩天被人爆了出來 他跟一個女性朋友在飯桌上公然拖手 新聞拍了出來的影片 好像是女生不開心 然後他就鼓勵 其實你鼓勵就鼓勵 你可以拍肩膊 言語上的鼓勵 你作為一個已婚的男士 他跟那個女兒手拖手 即是不在桌底 是桌上面 一看到老婆來了 他就再沒有跟這個女人有任何交集 當然啦 鬆開那隻萬惡之手 作為人妻來說 好像我覺得這件事 你說如果我很介意嗎 又好像你笑笑笑笑 但如果我不介意嗎 你真的當我死 這些我覺得是要騙殺在搖男女 一些綠茶表 大家都做了這麼多年 你想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 通常有人說 不管麻鷹管雞仔 對啊 如果你家裡的狗清得不好 到處出去吃別人釣出來的骨 是你家教不好 我覺得 不應該出去怪其他 那些 那些 很明顯 如果你說一個女孩子 她不開心 找你出去 聊天 我都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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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樣好像沒什麼 但如果你介意 好像有些 你很小器 我就會大膽地說一句 女兒又沒有心 我又覺得就未必 但兒子主動去抓住人家的手 如果她在說話 就很明顯 那一刻 那兒子肯定想檢查這女兒 問題就是想檢查 會不會真的檢查 是兩個 正如那句 你放一個肥婆在你面前 她在你面前哭 你會不會出去 也有一個問題 我帶你出去 你會不會抓住人家的手 是不是個個不開心 你都要抓住人家的手 這樣跟別人打開天窗說兩話 如果那個是肥 何超雲呢 不要拒絕我女神出來說 我還是走出傷痛 人家是中出有了 你含了 含了 含了嗎 含了嗎 人家消防員的職責是什麼 是滅火 唉 那沒話要說 但又說 你又不要說 何超雲 又說 怎樣怎樣 大家都不要忘記 現在這個娛樂圈 不是只有何超雲被人打了 哇 成龍快世 楊明都不得了 楊明追到這個莊斯明 又是令阿豬隊友 唉 真是不禁搖頭探飾 既然一個女人去問 那個男人 投資虧了過千萬 都仍然願意下架給他 真的 真的 聽到都令我羨慕 我下世真的要再投一次拖 不是呀 你們這些男人覺得 你做狗一向都是狗 楊明雖然狗狗的 演技又不是非常突出 只是知道他醉架幾次 不是第一次的 然後好像喝醉 踢垃圾桶那些 你記不記得之前 吳浩康一爆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他唱歌很好聽 吳浩康唱歌是好聽的 但為什麼爆不起呢 好像是私得有問題 我記得N年前 又不停換女朋友 又說什麼喝醉酒 又踢垃圾桶 我忘了是楊明踢垃圾桶 還是吳浩康 還是吳浩康 差不多的 這兩個人的個人修為 吳浩康這次都做人爸爸 和Mangiela各司林 又是有了搞大套 然後就中出結婚 好像剛剛生了女兒 那你說可不可以 每個人都修成證果呢 都未必不行 又是那句 看看你的男人玩到老了 故事都對 老老老老的 又自己又有星途 又不太好 找到一個又美女又成的 就去吧 沒得選擇 有碼頭 在金錢面前 永遠都有真愛 人生就是這麼簡單 說來找渣男 女人真的要放大雙眼 除了一些之前有問題 但如果你發現有問題 走不了也挺慘 中國大陸前幾天有一宗新聞 件事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女人被老公打 老公又家暴又賭錢 那女兒就聰明了 三年之前就已經離婚了 離婚三年了 那女兒現在說拍拖 有個新男朋友 很正常 三年 什麼傷痛也走出 他們本身就有四個小朋友 最大12歲 最小6歲 竟然這個男人是被人捉到 他將這四個小朋友帶他們去買東西吃 被人拍到 CCTV 天眼 就帶他去買東西吃 就想著我扶持指校 Happy Family 誰不知 買完東西吃 他就將這四個他自己的親生骨肉 帶了一個天橋 不是天橋 一條長橋 即大陸的橋 非常之長的下面 就是很喘急的流水 他將這四個小朋友 全部帶了上最高的位 逐個逐個吊落河 當他吊了兩個的時候 吊了第三個的時候 人家走過 發現有一個貨車佬 一見到苗頭不對衝下來 抓住他 扯住他 救了第三個下來 第四個就自己 聰明 害怕的 跑開了 警察到上 就拘捕了這傢伙 這傢伙被警察和路人團團圍著的時候 他竟然哭得好像小朋友一樣 好像我兒子扭我買糖吃一樣 發瘋 但是前一秒 他將自己的小朋友扔下去 當然 被他扔的前兩 第一第二個小朋友已經過世 死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不是那個貨車司機 衝下來 抓住 救了第三第四個 分分鐘就是 四個小朋友 一同歸西 四人歸西 我想想 他死了那兩個 是由大至小 扔下河 還是由小至大 扔下河 他沒有按順序 都是揍手 是啊 可能是 最後離開的是最大的 但是他的訴求是什麼 他的訴求是 他求他前妻復婚不果 然後知道他老婆有新男朋友 所以他又不是攻擊他前妻 他又是那些 我要你永遠都記得這個痛 哇 為什麼你老婆呢 挺厲害的 通常呢 我沒試過被人家暴 我只是經常家暴別人 那我就是 我很記得 我自己給自己的 再有名 就是那個男人偷吃 我覺得都可以原諒的 是不是 通常最好不好 是不是 但是賭錢 賭錢 和吸毒 打針 這兩樣東西 是我一見到就馬上走 為什麼吸毒和打針 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嗎 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經驗 在鼻裡入 和在血管裡入 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覺得這兩樣東西 賭錢和毒品 是一定要走的 無論你多愛也好 都是一年貨仔 一定要走 無論是 你很好愛又或者媽媽愛 又或者已經有小朋友的家庭生活 都好 這兩樣東西 真的一定要走 但是 我已經離婚三年了 竟然 這個男人都回來 這樣翻桌 真的很慘 而且這三年裡面 這個男人是一元都沒有給過 這四個小朋友 是跟著女方的媽媽生活 唉 真是悲過 這些男人 如果有用的 又怎麼會下場 最後又要扔自己的男女 下河 所以這些都不用去評論 女人最重要是 但認識別人 但有時候 真的要講緣分 和講命水 真的 搞不定 命水怎麼樣 我就覺得 可以可圈可點 但是 你的性格如何 其實都決定你自己的命運如何 大S 就復工 復出應該是拍一個廣告 她的狀態怎麼樣 我就覺得 如果我45歲 有她這個狀態 睡著那偷笑 但奈何 有很多口行友在網上 就說 老啦 炒皮啦 嘩 都不像 打得硬 但是 同時 不知道是有什麼賤人 一生都改不了這個狗的命運 還是一被人刺激到 又跳出來 這個千年的小三 樂仔為榮 來換樓換車位給父母的張詠詠 汪小菲 死都不肯認這個小三的女人 就出來直播的時候 哭 一開始她就很牙刺刺地說 我一個半月找到480萬人仔 我帶貨是很有市場號召力的 首先她有沒有報稅交稅 就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她好像某幾場直播 是被人罵到收皮 她賣不賣出呢 我就不知道 是嗎 報道就沒有實的的證據 我只是知道 本身她的微博 你可以follow她 你就可以留言 那當然我有做過 那我當然是仆街 我就跑去罵她 一開始是可以留言的 那我就說一些壞事 說什麼 不在這裏說了 慢慢慢慢 我再上留言的時候 竟然現在不可以 你去她微博的官方留言 一定要你關注她 在同時她也follow你 你才可以留言 我看到她下面是清一色歌頌她 說你很美女 加油 她最近那段影片說 開箱iPhone 13、14的對比 我不知道是汪小菲送給她 還是她自己買 那部機 她在下面全部都是歌頌她 讚美她 她在直播那裡無緣無故三四點 好像我那樣 半夜三更不睡 在那裡哭 有個朋友說 你不要介意別人說什麼 看看對方買那些水軍 即她暗示大S給錢 網上買那些水軍 去評擊她 你不要管別人 別人給了錢 搞不到她母子 就搞你 你不用不開心的 你做自己 是嗎 以此同時 她在哭著 在喝喝著 你一個女人很不開心 在哭著 你怎麼會在乎你的頭髮呢 我只看到她直播 一直斷斷她那些瘦髮 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男人 大家如果像我那樣 對聲音非常敏感 就一定知道 那個一定是汪小菲 有一個男人的手 伸進鏡頭 抱著她 不斷開 不斷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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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大S還沒哭 你哭什麼 人家那兩個 一仔一女還沒哭 人家的爸爸都沒有了 人家在婚內 還是婚姻關係的時候 你去中出 有了豬胎暗結 以前要浸豬籠 你不要管大S 她是綠茶表 也好 是她很作狀 也好 不肯去北京也好 人家還沒離婚 你和人家中出 搞不定 要下了兒子 哇 這頭下兒子的頭條子 給你一層樓 給你兩個車位 你父母 你這些不是叫做 下兒子賺錢 她不是第一次下兒子 她之前和另一個 肥竹佬 又是那些有錢人 又下過一個 有些人 好像我這樣 求子若渴 她不是 她是下兒子賺錢 哇 真是厲害 過下兒子 這就是手段 所以說 兒子呢 懂得怎樣做一個嬌小的女人 去令到那個男人的那種 紅聖壯大 大婆呢 永遠見到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豎起對抗 好像那些銀貝大猩猩 在那裡咆哮 打自己 滔滔不絕 那種大道理 別人的兒子就 嘩嘩 我不知道 嘩嘩 都不用說 對不對 這些就是手段 正印和兒子的分別就是這裡 所以有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男人怎樣怎樣怎樣 有時候是 那些大婆 不斷去 做銀貝大猩猩 在那裡咆哮 那個男人 不斷被你嚇到 都躲在牆角 喂 就是這樣 喂 那你給點意見 張榮榮這個何花仙子 大家自己去Google一下 雖然我的華為 剛剛又被Google 自己去Google一下你們 張榮榮未整容之前 何花仙子的膠樣 二十多歲的張榮榮 和四十多歲的大S 當然 大S現在已經不是三十歲的時候 和黃曉明和何潤東拍戲的樣子 已經又不是和余文樂拍電影 被余文樂說他很有靈性 那麼當打的樣子 你找一個四十多歲的和二十多歲的比 你永遠都有更年輕的 何鴻鑫 你找極 你還有二十多歲 剛剛出來做看護的 搞那些看護的 可以 你搞呀搞呀搞 到和你的女兒同年都可以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你說不做銀杯大猩猩 難道我無日無知和你 湊著兩個化骨龍 然後還要洗手做羹湯 放棄自己的事業 然後你買樓給我 覺得很辛苦 隔離 兩邊飛 真的很不開心 還要看我面飾 你做得好 那女兒又怎會給你面飾 你出去沒有責任 當然是好的 我跟你戴套不戴套 都是兩個感覺 所以這些呢 就很簡單說一句 夫妻呢 就是平起平坐 共同去前進 但是 如你所說 小過自己的女兒還可以 那些就是招呼老闆 那完全兩樣東西都不同 喂 那你的張榮榮何花仙子 他這樣哭 買完iPhone14 當他買到iPhone24的時候 他都變了一塊豬頭骨 吃之無味 棄之可惜 到了那個年歲了 大佬大家都知道 弄得多些皮會鬆的 他也有那一天 那你經常都在Loop12 新肖12年12年起跳的話 這樣說 每個人都有老的時候 但問題就是 男人都會老 你要記住 男人可能四五十 四十多歲 都還會覺得 那些二十多歲 很嬌小 很想呵護去 但男人可能一到五十多 六十歲的時候 其實他就不會說 真的太刻意去追求 一些很小的年紀 根本是溝通不到 糟糕了 等待你那些鄭嘉穎、郭富城 什麼鳥仔有腳 我告訴你什麼鳥 你那隻鳥 鳥仔有腳還是飛不起來 喂 鄭嘉穎和郭富城 先剛剛落地 這個吳浩康 吳浩康 那個什麼 吳忠賢 黃忠澤和他的朋友 那些粉絲呢 哦 旁邊跳舞那個粉絲 糟糕了 突然收到口ص尋編 吳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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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富城 吳浩康 阿浩康 在泰國還是哪裡 在漢堡 在漢堡 在漢堡插水 插來插去 到現在 他還沒有定下來 每次要女人等你五十多歲 即是說不要聽 精子不活躍的時候 才定下來 那我覺得很不公平 憑什麼呢 所以我沒有經常跟朋友說 你追一個女生回來 或者你被一個男生追到 你覺得那個男生這一刻 都不是可以滿足到你的要求 以及你看不到將來的時候 你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願不願意投資多五年時間 去等他成長 但是五年之後 未必會成長到你想要的 還是直接出去找一個 已經成熟了 是完全符合你要求的人 就這麼簡單的做人 你身邊也有幾個 我和你也認識那個 某個TVB的主播 BB 弟弟 在交友APP 不斷去左右飛 從來都不肯拍拖 都不肯在IG、Facebook 那裡曬照 這次突然間 雖然那女生的樣子是不行 都是她最喜歡的大大地坡 男人是有些男人的樣子 她都肯投資出來 她現在多少歲 30到中 終於肯落地了 差不多了 那男人 你是要到時間到才會成熟的男人 但是你要記住 有些人一輩子都是男人 有些人可以很小已經做男人 所以每個人的心智成熟是完全不同 不可以劃一而論 不是說你一到30歲就會叮一聲變身 但不是這樣說的 有些可能到60歲到死都會想找真愛 有些可能18歲已經覺得 我要定下來 我要找老婆 如果有些人聽到 在我這裡 二十多歲 或者三十頭 就算三十到尾 也好 你是男人 作為一個男人 看男人 就是我們女孩子 跟那條馬路一起 多少年 又或者 大家 有說也好 沒有說也好 到了某一個年 我覺得是兩年 最多三年 如果她不肯結婚 拜拜 不要玩這些 前面遊戲 沒有意思 對不對 看幾歲 大哥 難道找我18歲 跟你拍三年結婚嗎 別人老母也不肯讓兒子結 神經病 夠愛的 跨越她老母又如何 那你找個什麼質素 你找些沒有質素的男人 可能她比你害怕 你自己身材好 有牛肉 有高挑 狗頭身美女 每個人都撲過來 但你自己本身的本錢 又不是很足 你打算拿拿拿拿 找那個傻佬 跟他拿著天章 生一件 這個時候 真的想清楚 會不會害了自己 太年輕 結婚是否一件好事 最後一段新聞 我一看標題 我一開始以為 要不就是印度 要不就是台灣 要不就是大陸 想不到已經是新加坡 新加坡有鞭屏 有打藤 竟然有這些 蠻蠻蠻的新聞 朋友妻 通常就是什麼 藥膳雞 對 藥膳雞 但是 竟然發生在 醉爆伴朗團的情節 現實生活中 有一個馬路 做自己best friend的伴朗 竟然 竟然 我不知道她是 送迎賓 還是送客 喝啤啤啤 竟然是跟新郎 一起在酒店房裡休息 新娘子在房間裡休息 她兩個馬路在廳裡 她就潛入房間 早上6點 我想想 除了掃街 早上起床 其他人都是睡眼醒醒 4點 就從後 摸摸 喳喳 那女兒可能 不知道是太累 還是醉 還是太糟 早上6點 早上 一開始 她以為是新郎 誰不知 一轉頭 發覺不是新郎 就逃出房間 最後被人告她 性侵和非禮 有沒有進入 不知道 她被人捉到的時候 當然沒有 又沒有 就是拉一 Tina assim 不然被她招 Сов間 走路 最近被人判了7年 首先老婆被人性侵 被人強姦 不是她自己本人的意願 那你怎麼能面對不面對 她發生了一件很慘的事 你還要這樣想 會不會有些責任在那個女人那裡 責任就在那個男人那裡 在那個朋友那裡 那為什麼你要覺得對那個女人有問題 除非那個女人是跟那個伴郎本身已經有一腿 在搞的時候被你撞破 那你還要想想要不要原諒她 希望大家不要欲求不滿 搞到大媽在港鐵都在看AV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鏡子都可以做倒影 不要搞到結婚那一刻才來中出 之前和之後都可以 這集就講到這裡了